其实对于英特尔的12代酷睿来说 旗舰级的i9 12900K确实是目前桌面CPU的天花板 然而由于Z690的主板 DDR5内存的价格过高 进而导致不少玩家还未真正体验过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 英特尔也为12代酷睿准备了更加亲密的i3处理器 但根据最新的测试来看 其的游戏性能不仅领先了前代所有i5处理器 同时也战胜了11代中的i7 11700K 和10代中的i9 10900K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请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想必大部分玩家都知道 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中 定位于i7 i9级的CPU才是性能最给力的 而最具性价比的还得是属于i3 i5级 但由于今年的12代酷睿牙膏解了一大管 即便是i5 12600K 也能与11代旗舰i9 11900K一战 所以12代i3的性能表现 不少玩家也在期待了 而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 12代酷睿中的i3级CPU预计会拥有四款型号 分别为i3 12300 i3 12300T i3 12100 和i3 12100T 而与旗舰级的i7 i9一样 它们均会由英特尔7制程工艺打造 但不同之处在于 i3级处理器仅会由性能和Golden Cave组成 不再采用混合架构以及大小和设计 至于详细规格方面 旗舰款的i3 12300为四核心八线程设计 最高锐频4.4GHz 支持UHD 730核显 TDP功耗为60W 同时起的L3缓存也在前代的基础上 从8MB提升至了12MB 这也就意味着i3 12300的游戏性能将会有大幅提升 至于以下i3 12300T i3 12100和i3 12100T的部分规格 超级客也已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解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头查看 但是在性能方面 根据TechPowerUp的测试数据显示 基础频率的i3 12300 在C11 X223的测试中 多线程得分为8623分 单线程得分为1723分 这样的成绩 几乎与11代的i5 12600K不相上下 但多线程能力确实要略选一成 然而在将i3 12300超频至5.0GHz后 其的多线程得分则来到了10358分 单线程得分则来到了1951分 整体性能提升了13% 甚至也已超过了i5 12400F 除此之外 尽管i3 12300是一颗四核CPU 但其在720P的游戏性能下 已经超过了英特尔以往所有的i5处理器 而在1080P并超频至5.0GHz后 i3 12300的游戏性能 更是超越了8核的11代i7 11700K 以及10核的11代i9 10900K 同时也仅比上代旗舰i9 11900K低了约7% 看得出来12代酷睿的i3性能依旧是管够的 而平民级玩家用来玩游戏应该也是不成问题 而目前i3 12300的售价大致在160美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1013元 性价比可谓是异常之高 所以有此需求的玩家不妨买来试一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香港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